主持人 阿姨,您好,这个礼拜想要跟您讨论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在《Hunting the Neven》那本书里面,它指的第三波民主化大致上来说是指1970年代末期,一直到苏联解体之后的那段时间, 全世界大部分的所谓的民族国家或者主权国家都慢慢地改用了美国以及英国发展出来的这套议会民主的模式,其中也包括了台湾跟菲律宾。 从台湾的角度来说,1979年是一个大年份,就是那一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断交之后中华民国的法统就有风雨飘摇一般, 它必须要寻找新的在台湾岛内的立足点。整体来说,这个过程是不是跟美国的国际政策有关? 因为苏联势力在1970年代开始慢慢地内缩,美国采用联中制苏的战略,使得把苏联向外扩张的能力下以限缩之后, 台湾、韩国、菲律宾的这些国家的强势领导人都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它的这种类似像台湾那个时候准戒严的社会的压制力。 可不可以请您稍微评论一下第三波民主化这个概念,跟台湾的民主化是不是可以套进这样的概念里面? 我现在不喜欢第三波民主这个概念,当然是说现在的我,而不是十年以前的我。我是这么看亨丁顿的,世界上真正的建模者或者理论建构者是极少的。 而且理论建构这些东西一般都是单数的,能够制造出三五套理论已经是很不错了。大多数人其实只是砖瓦工艺类、只负责堆积材料、收集材料的,什么理论都建构不起来的。 没有人能够像是种菜一样,每一年都种出新菜的。但是现在的学术体制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所谓学人在他们当时其实都是业余爱好的,有些等于是贵族或者准贵族,有些是具有一定生活条件业余爱好的,有些是被贵族包养的门客之类的。 他们在当时的人士看来,其实真实身份,比如说尼奥拉多·达芬奇,他的同事没有人会认真地说他是一个科学家,当时没有科学家这种职业。 在当时的人看来,他显然是米兰大公都的维克姆巴尔雇佣的顾问之一,米开朗提罗这些人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们往往是像马基尔维那样,一套理论就够了,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跟那里面没有关系,他们不是像韦伯所谓的靠学术吃饭的人。 靠学术吃饭的人是无产阶级化的一个体现,大量的学术民工变成了,因此他们必须每年都要出新的成绩。 而亨利论已经算是极少数能够建模的人了,但他建的模其实也就只有一套,就是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就是他建的模。 以后他写的其他什么东西其实都不足道,主要就是因为他必须不断地写书,因为别人都是不断地写书。 但是,同样的书,写书的质量根本不是一回事。你要写书太简单了,能写报告文学或能写新闻报道的人都能写书。收集一大批资料,然后插进去,你就算是写书了。 好吧,我最近黑核心练义太多了,因为我刚才说话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他了,因为他经常就是按新闻记者的那种方式写书了。 而且,可能他在八十年代末开始出道的时候,因为一个人受自己的青春期影响是极大的,他可能认为他当时的阶级地位不如有编制的教授,所以他对于玩学术规范的学术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尊重,一定要把自己打扮成学术人。 但他其实不是,他始终到现在都没有掌握学术规范的用法。当然,学术规范这玩意也就跟清朝考状元人那一套格式其实差不多的东西。 真正用过这一套的人都知道,其实就是那么一回事。内容的好坏跟格式的好坏是不发生直接关系的,而且格式是随着时间变化的,一般来说能用的时间也不超过二十年。 像爱因斯坦那时候的那一套,放在现在全都是规范不合格的,爱因斯坦本人就没有写过一篇规范合格的,所以除了他那一本,真正具有建模意义的书以外,其他的研究来说都是凑数的,像第三波这个明显是凑数的。 他跟现代化研究诸如此类的东西是属于同样的。我现在基本上不是现代,就是七八年以前那个时间点以后,把所有带有现代化研究或者国际关系内容的书都看成是莫名其妙的大大会,这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什么叫现代化?就是现代化本身就是没有定义的词,是典型的那种科学家到了非洲,把一百头犀牛、两百头河马和三百只蚊子拿来撑一下算平均数的说法。 什么叫第三波民主化?这是完全不考虑世界各地的各个国家建构的语织。 主持人,在这本书里面民主化的意思等于是政权倒台。倒台以后产生的东西,就是说是克伦斯基政府或者马杜罗政府这些东西可以支撑为民主的,但是这个定义的民主实际上等于是统治的瓦解。 模糊定义的专制统治的瓦解就被称作为民主,而实际上所谓的民主政府多半只是一个毫无管制能力的政府,像现在委内瑞拉的瓜伊多尔那样。 对于被统治的当地的大多数居民来说,这样的民主政府经常是比专制政府还要坏的,因为专制政府不会杀掉所有人,而所谓的民主政府由于毫无管理能力,是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 这种民主的定义差不多就是肤浅的媒体在每一个新闻热点的时候做出了报道的一个大大会。 例如,乍德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发生了政变,大家查了一下资料库,该地有一个独裁者统治了二十年,然后他现在坐着飞机,带着钱包,淘着夭夭了,好像乍德实现民主化了。 好啊,于是这就是一波民主,但是实际上是一大堆彼此之间没有内在联系的现象总结。 如果要我现在来分析的话,我得说这是国家建构和帝国主义政治的混合物。 国家建构是以失败居多的,因为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建构是需要很多先决条件的,从欧洲开始向全世界推广。 之所以向全世界推广,就是因为歧视链的缘故,帝国主义占有格兰西所说的那种文化霸权,这是自由主义者所不承认的。 但是正因为这一点,自由主义才会没有办法打败他们一贯瞧不起的左派。 因为开放在这一点上,左派是对的,只是他们把方向的坚反了,歧视链是存在的。落后国家总是忍不住要模仿核心国家,你要说一定没有核心国家的存在,当然都是一样的,这是违反历史经验和现实社会的经验的。 实际上,很多民族国家都是生臭气的,尤其是去殖民化以后撤出那些殖民地国家,它只是形式上搞出一个民族国家的基本社会结构。实际上它还没有完成民族建构的过程,就经常体现为所谓的独裁。 所谓的民族小清新控制的中左派粉红色媒体给我们一个错误的影响,就是,独裁是意味着强势的统治。 但实际上恰好相反,一般来说的独裁是由于无法统治而造成的。 就是说,你不要以为杀了人是强有力的表现,实际上杀人是软弱的表现,正是因为我无法统治才能够不断地杀人。 实际上我这个总统只是索伊多部署,这个部署不存在,是我临时发明出来的,但是你假认它存在就行了。 我实际上是索伊多部署的酋长,而我住在沿海,在法国人撤走以后,我觉得当总统比较容易得到国际援助,当总统。 而其他的部署酋长认为,你呀能当总统,我不能当总统。如果我当成总统,我至少要建立阿巴多革命联合阵线的主席,主席跟总统是差不多的,于是我们两个部署的战争就变成了总统和主席之间的战争。 而总统投靠了苏联,主席就接近投靠了美国,各自去捞了更多的外援。后来总统带着小秘和钱包逃走了,主席带着一帮长帽兵和苏联顾问杀进了神。 于是,粉红色媒体住在当地的记者,前几年在他们新闻报道的时候经常被总统的新闻检察官迫害以致开了天窗,顿时赶到他们压活着倒台,立刻向华盛顿发出电文说,民主来临了。 这就是第三波民主的三分之二的内容。实际上这里面的主要问题就是,第一,不存在的民主国家,只存在冒牌的民主国家。 第二,帝国主义的国际政治使得建构民主国家的过程不断受到干扰和波动,因此有的时候巩固了政权。 因为有的时候民主国家是依靠外来的资源输入建立起来的,有时候它由于国际政治的冲突,把本来可以占得住的正在建构中的民主国家给打还在地了。 但是这一点我们要注意,这就是演化的一个特点。演化是事后追认的,就是说你死了就证明你该死,你活了你没有死就证明你不该死。除此之外,一切证明都是假的。 你没有办法建立一个通行的必要,就是说什么叫做该死或者该活。该死或者该活,全都是事后追认的。你死了就是你该死的证明,你活了就是你该活的证明。 实际上,你很难精确地判断,到底是做了什么或者是没有做什么才使得建构没有成功,或者说是一定要争论为什么罗琳没有像比利时一样独立出来。 或者说尼奥格兰德和乌拉圭,尼奥格兰德到底做了什么,没有像乌拉圭一样独立出来。这就是只差一点点的问题。 跟越南和南越,为什么宋人放过了越南却却没有放过南越的问题,也就是只差一点点。稍微一点偶然性,历史就会发生分叉的现象。 当然,这种民主化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民主化的意思就是说,假定民主是历史的终结,最终不民主是因为幼稚园、程度不够的缘故。 你早晚一天会上到大学的,现在你可以留级。但是留级以后你是晚几年,晚几年以后还是会上到大学的,民主相当于大学。这个前提就是根本不正确。 跟不正确的前提和框架推不什么正确的结果,所有的材料都被散乱地用在了错误的地方。 所以,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模式,其实只有两个办法。第一就是,简单粗暴地去欧洲中心论。 欧洲中心论可以一直追求到东非中心论,东非中心论发展到出非洲以后的西亚中心论。西亚中心论发展为地中海中心论,地中海中心论发展为大西洋中心论,最后发展为西方中心论。 因为秩序是有中心的,秩序比较远的地方就是要缓慢地接受别人输入的落后秩序,因此不断地发生了诸如此类的事情。 然后,以西方中心论来解释所谓的民主化现象,就是西方发展到民族国家和大众民主这个阶段以后,他的苏朱波冲击了过去接受了西方更早的输入,比如像泰国那样接受了十九世纪那种有产阶级选举制的国家,他的有产阶级选举制和君主立宪还没有站稳脚跟,就立刻受到了大众民主制的新一波冲击。 这一系列混乱的冲击造成了大大会,被称之为是民主化,实际上只是包含着民主秩序,冲击波所造成的一系列建构破裂所造成的各种现象的总和。 另一种建构解释方法更精确一些,也就是它的信息量更大一些,它是自发秩序的建构方法,听起来一向很好,但是它操作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说,所有的地方都有自发秩序,包括阿兹特克人吃人肉也是自发秩序的一种。自发秩序当然并不保证的是你理解的好秩序或者什么的,但是所有地方都有或强或弱的自发秩序。 自发秩序和自发秩序是会打架的,它会导致外来的秩序输入和本地的秩序会发生冲突。弱势就是后发型的蛮族秩序或者其他类型的自发秩序,会受到外来的强制秩序的冲击,因此建构不起来。 这样描述出来的世界途径是一个生态学的世界途径,它是非常精确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没有人能够很清楚地把大摇山或者是某个非洲部落的自发秩序都了解清楚。 实际上,比如说大摇山的自发秩序,你要是看它本体的话,就是跟日耳曼人初期时期的自发秩序相差并不是很大的。 而你也可以做一个思想实现,假如大摇山的姚民出在一个市场的环境当中,当他们的酋长们和他们的石牌习惯法之类的长老会议之类的东西没有受到外来干扰,就慢慢长大了。 长大了足够强势的地方之后,他们下山征服其他的软弱的励志国家,然后他们就可能变成另一只战板的。 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十九世纪采取了这种秩序的时候,李宗仁和白崇禧用西方的近代化和军国主义来管束他们,而他们因为没有洋强暗号的缘故,就千安一举地被征服了。 然后,他们和他们周围的人都认为他们的秩序是落后的表现。但是实际上,普通法在一起起源建设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自己的习惯法很明显比李宗仁和白崇禧推广的军国主义和地方自治更接近于普通法本身。 但是,李白有现代化的武器,而他们没有。李白推进的具有普鲁士军国主义日本改良版通格的那些东西,在自发秩序的位置上来,其实是远不如从部落习惯法产生的,但是却反过来征服了他们。 同样,其实沙利亚化自身的习惯法性质比凯末尔和大多数亲西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隐进的官僚主义体系要更接近于自由秩序。 李白,这也是中东为什么永远骚动不明的缘故。压迫和冲突会导致自身原有的变形。如果你在官僚统治的压迫之下,官僚统治的力量不是自身,而是西方的外来秩序。 而西方只要你肯反对苏联,是愿意支持一定程度的威权主义者。你感觉到这些人的压迫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要去别的地方寻找资源,也许像库尔德那样寻找苏联的资源,不落习惯法,依靠苏联政委的军事输入。 也许你要到伊斯兰教本身的教育东西去寻找源头,伊斯兰教本身对公平正义的呼吁和一小撮洋务派专家不公平不正义的统治相对比,使你到早期伊斯兰教的公正当中去发展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 诸如此类冲突都是这样来临的。 第三波民主化所描绘的仅仅是原有统治形式的崩溃。原有统治形式有很多都是殖民主义体系撤出以后,清西方的军阀或者是威权统治者、强人统治者实行的脆弱统治。 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些统治真的一定不能演化为民主国家吗?不一定。毕竹斯基算不算一个独裁者呢?如果他不实行独裁的话,波兰能够维持住吗?在德国和俄国的压力之下,英法的援助只是几个军事孤吻和半信半译的。 如果波兰突然倒得下去,英法是会承认继承事实的,所以你不能突然倒下去。而三国不同统治的波兰只是在象征意义上属于波兰民主。 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奥地利的波兰是自治程度比较高的波兰,统治了德蜀波兰和俄蜀波兰,因为他们在德国和俄国享受的自治也比较低。 这样的统治自然会引起严重的冲突。如果按照国会政治的原则的话,波兰是很容易在政变中灭亡,然后在某一个是内战当中被德国和俄国轻易吞下了。 而秘书司机的萨拉奇统治,幕后的小浪军官团操动了一个不断地进行选举,而选举却没有什么卵用的国会统治,在这个威迪斯克维持了波兰民族的存在。 然后遇到波兰民族事后存在了,你就假定它事前是存在的。1970年代倒下的那些独裁者当中,有多少人是失败的避书司机,他们在事前能够确定自己一定不是避书司机吗?显然是不能的。 任何人都不能在事前确定这件事情。也许假如在某一个时刻,他们足够狡猾或者是足够运气,能够把他们的独裁政权多延长二十年,也许他们会真的把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也许有一些是注定是建立不起来的。 例如苏哈托所建构的印尼国族是能够建构的钱吗?也许再过二三十年,它就会变成爪哇人和亚齐人和伊尼安查亚人的一场混乱,像苏联一样简体了。 也许苏哈托就变成避书司机了,以后的印尼就真的变成一个民族了,这都是你事先没有办法判断的。 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跟国家构建的问题相比起来是极其次要的,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不民主的民族国家,但是却不存在没有民族国家的民主。 民主是民主国家的可能存在的一种状态。但是如果没有民主不民主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混乱无政府状态和无法统治,或者是不同政治集团的冲突,任何一个政治集团都没有办法建构国家。 这种混乱让它经常被称为是民主的失败,但是它实际上是国家建构的失败。 而我们粉红色媒体所谓的独裁和民主失败,经常是民族发明家在不具备或者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发明民族所被动采取的各种措施的一层总和。 大多数的殖民地其实按照欧洲民族发明的标准都是不有格的,但是出于国际形势的必要,他们必须假装承认民族国家,这就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的。 民族是可以人为制造出来的。至少如果你按照比较低的民族标准,就是说,假如你承认哈萨克人也算一个民族的话,那么你能承认民族是可以人为制造出来的。 通过三世代人的功利教育,它是可以制造出来的。适当的国际演变、适当的功利教育、适当的建构手段,即使不是像是化学家做实验的那样,至少可以像是厨师熬汤一样。 拿着香蕴菜去熬,熬汤不是像做实验那样精确的可预见的,确实有可能你照着菜股熬汤,结果是什么也熬不出来的。 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但是能熬出来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 以至于民族发明这个学问是可以像是布尔什维克建立共产主义那样,可以由一小批深通布尔什维克技术或者是民族发明学技术的专家,只要有足够的钱和足够的武器,在一锅混沌汤当中你是可以熬出很多共产主义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当作人。 但是这一点有一点不同就是,美国人只输出民族,不输出民族。这是他们搞民族输出的经常失败原因。 而布尔什维克这训练有失的只输出布尔什维克,这是他们成功率比较高的原因。在本来不具备国家的地方,经常是布尔什维克建构的一个国家体制。 他们留下这个贪子就被称之为民族化,像埃塞俄比亚和俄里克利亚,典型就是处于这种状态。 埃塞俄比亚其实是一个落后版、避塞版的神圣罗马帝国,它自身不具备民族国家的条件。海尔赛拉西借助二战的胜利,吞并厄里特利亚的事情是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性质,跟中国吞并西藏是差不多的,实际上是增加了自己的负担。 然而,厄里特利亚和埃塞俄比亚自身都谈不上这个民族,只是在共产主义统治倒台以后,原有的国建被积极限制继承下来,德式的军阀必须按照民族国家的假象来塑造自身。但是假象有可能在几代人以后塑造成真的,也未可知。 所以,台湾跟第三波民族化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就是没有。除了时间线上,是处在同一个时间线上以外,可以按照非洲科学家统计荷马的方式放到一个栏目以外。 但是这样的统计其实是没有什么启发性的。你可以做得很学术,所谓很学术的意思就是,保证你制造出来的那些材料都是真实的,然后把它们莫名其妙地放在一起。虽然它们全都是真实的,但是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台湾问题实际上基本上就是冷战格局对两个帝国主义的草率利用,因为政治家是只管现实的,它不能管是条件不具备,我就回忆捐识娘娘了,我只能根据现有的条件,能怎么利用就怎么利用。 台湾问题显然是,满洲帝国和大日本帝国两个帝国主义留下来的一流问题。 东亚的帝国主义者,传统上讲是满洲帝国。满洲帝国继承了蒙古帝国和鲜卑帝国的内亚统治,然后日本人认为在满洲人倒台以后,他比谁都有资格来继承帝国的一搏,只有他是近代化的真正代表。 满洲人倒台以后,显然他是东亚的天涯领袖,如果必要的话,他甚至还可以是内亚和西亚的天涯领袖,全亚洲人的解放者。 所以,他继承了一个包括台湾、韩国、满洲帝国的小帝国体系。如果没有受到外来干预的话,他应该是能够继承大清帝国留下的大部分江山的。 但是由于东亚不是孤立的,东亚仍然处在挖地,而莫斯科和西方帝国主义两种秩序都不能容忍日本人继承这个巨大的空间,因此日本最终失败了。 在失败的过程中间,释放出了台湾和韩国。因为它是被外地失败打掉的,所以它没有像英帝国留下来的很多邦一样,自己的自治体已经成熟到可以独立建国的地步。 所以,还像是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样,在自己原有的家庭突然垮台的时候,就被粗暴地送给了孤儿院或者地方福利委员会绝境的养护部。 台湾社会原先本来有一点的自发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道错,就像是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那样。 本来你应该在正常情况下,十八岁、二十五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最后才在三十五岁或者四十岁的时候才发生,这对你就非常不利了。 就等于是失去了一代人的时间。但是还不是最糟糕的。 经常出现的是,似乎很有希望成长起来的社会,在幼弱界的人就被整个一刀砍掉,然后就不存在的瓦井城散沙了。这些事情在技术上都是可以操作的。 台湾问题的实质就是这个样子。它在法律地位不明确的情况之下,像是孤儿突然被抛出去一样,自身的成长受到一代人挫折。 但是由于太上皇还在,其他人还不敢做太决,尤其是美国还在。经过一代人以后,慢慢地损失的东西有多少少损回来了。但是损回来并不意味着没有多少损失。 比如说,你应该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自己出去买房子,然后你在三十五岁的时候才出去买房子,你吃亏吃的不是一般的,你少了一代人。在你的小孩长大的时候,别人的孙子都已经长大了。 例如,台湾在民主化的时候,人口生云已经很低,这就是一个三十五岁才出去买房的一个现象,你就比二十五岁出去买房的人吃亏了一代人。 少止的话,都市集中的那些晚期现象跟民族建构混在一起是极其不利的。民族建构应该在生意里还很高,社会还处在刚刚有农村进入城市,大家庭和多子女家庭里面非常多,直接了当说,就是经得起大量战争伤亡的损失的时候进行,错过了这个阶段,以后就很难办,就是要难办得多。时间现在是你损失不起的东西。 但是它还不是最糟糕的,苏联系底下的各民族基本上都是在人口老龄化以后的时候才出现,才产生新的建构。这样的建构很容易发生替代的。苏联官方民族主义建立的哈萨或其他民族,实际上很容易被那些蛮族或者宗教色彩很强,还有高生理的社区亲而别替代的。像俄罗斯这样的帝国很可能像拜占庭一样,人口灭绝和替代。 像是关于人口从原始风饶的人口到大都市性质的这种少子女家庭之间的过渡,其实差不多就是一个社会由生到死的正常发展。 而民族和民族国家实际上是在这条曲线的、抛物线的中间阶段、抛物线的最高点的阶段出现了这种现象。 但是有些社会就出现不了这种现象,就等于是它在还没有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俄罗斯帝国就是这样的典型,就被布尔什维克收割了。收割了以后,它直接进入最低点,就进入灭绝阶段了。 其实,民族国家可能不是最好的形式,最好的形式应该应该英美体现那种习惯法,它勉强称为康垂而不称为类省。 以另一种形式,化妆成为民族国家,不是真正的民族国家。这种习惯法的国家不大会出现生育率下降。 它的社会是基本平稳的,有点像是儒家学的所谓的《周家天下八百年》所谓的积德身后,就是它的上层建筑不是自外于社会的,而民族国家是假定它有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对立在内的。 而国家和社会的对立需要大量的抽息社会资源来维持国家的门面,这是生育率下降和小共同体资源受损的根本原因。 中间的基础虽然是千奇百怪,但是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如果你有一个从习惯法自己产生出来的准国家体系来造主你的政治市区的话,那这些事情都是不会发生的。 可以说,Country是高于Lation的存在,而Lation又是高于其他连Lation都建构不起来的社会的存在。 能够建立民族国家是一个中不留的标准,是一个六十分计格的标准。到本的这个标准的话,你是很容易被收割的。 而超过这个比较高的标准的话,那你就不用为建立民族国家所付出的种种代价。民族国家相应的上层建筑建立以后,要跟自己社会的内在资源达成平衡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大多数所谓的民族国家实现以后,都迅速进入了老龄化。也就是说,进入一个三十五岁、四十岁以后的人不可能再重新创业了,只能吃老本的那种状态。社会都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于基地了。 当然,西方就是混合着媒体所开除的那些民族化的方略,大部分人都是失败的,基本上没有考虑到世界本身的状态。 一个野蛮的有高森林立的社会,其实是比较有希望建构民族国家,但是前提当然是,它有正确的建构,要有出色的民族发明家其他规划。 如果一定被规划到不差当的框子里面去,那它就会像今天埃及这种状态,在不断建构失败当中进入人口老化的状态。进入人口老化的状态以后,可能以后就再也没办法建构成功了。 但是如果我们把整个视野限缩得非常非常小,就是台湾跟韩国这两个,你说就是从清帝国跟大日本帝国被抛出来这两个国家,那这两个国家内在的所谓威权的政治垮台的结构是相似的吗? 还是他们其实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的演变不能比较?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在被大日本帝国抛出来之后,在二十世纪的后半段,大部分掌握政治跟媒体权力的是一群中国来的难民或者武装移民,但是韩国并不是。 国民党的存在当然是主要的区别。韩国军政府跟国民党经常被兜归列为威权统治,但是他们的体系是不一样的。 列宁党有一个党国的体系,它自身就是一个小国家,而军政府则没有这样的体系。它就是依附于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大资本家、教会之类的势力,自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体系。 这个当然是一个区别。所以,有没有区别,就全看你标准化得细不细。只要你标准化得足够细的话,总会有区别。如果标准化得很粗很粗的话,那就无所谓了。 那么整个亚洲四小龙都是冷战经济学的产物,他们的威权统治的倒台主要都是因为美军发挥最高法院的作用的结果。 主持人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台湾跟菲律宾的对比。因为您之前曾经说过,菲律宾其实是一个拉美的国家。 主持人 这些拉美国家其实反共都没什么问题,他们都很够立,像治理、菲律宾。但是这些国家首都跟地方的对立其实都很严重,又没有像是在台湾当时有一个像是共产党或是国民党这样一个立出一孔的治理机制,所以有效治理是相当困难的。 主持人 现在中文圈经常都会流行一种讲法,尤其是把台湾、菲律宾跟新加坡拿来对比。 主持人 当初二战之后,如果台湾直接独立的话,从大日本帝国直接独立,后来的经济发展一定跟菲律宾差不多。用这样的论述来合理化国民党的殖民统治,如果是您的话,您会怎么样破除这样的话术?或者说您觉得这样的讲法其实也有它的道理存在? 主持人 台湾即使是在1945年直接独立,也不会像菲律宾。这个道理很简直是,日本的治理方式跟西班牙帝国和天主教会本来也是相差甚远的。日本的治理方式比较接近于法国,它是要积极致敌的。 就是说,近代化是日本的基本方针,它不会对社会无畏而出,它肯定要推行经济建设。但是台湾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特征是美军冷战经济学的产生。如果没有冷战的话,这些事情都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你不如说是没有冷战的需要的话,就不会有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这个问题是没有错的。 而菲律宾之所以没有搭上冷战这班车,恰好是出于另一个其实对它有利的因素,就是它自己没有一个集中的大城市和大城市中产阶级,利用冷战经济学、吸收劳动力和实现人口转移的这个渠道。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的社会多元化程度比较高。除了马尼拉以外,大多数社会在天主教会和原有的地方的,往往是由土族酋长转移的大家族之下,它们是不需要通过近代化、通过现代化来给自己取消。它们能够维持自身小共同体的治理。 所以,菲律宾的人口增长是东南亚最高的,这本身就能够很说明问题。人口增长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讲,增加了大量贫困的人口,但是贫困不贫困这个指标对于秩序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苏格兰高地人或者大邀山三民的贫困跟大城市贫民窟的贫困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直截了当说,要让菲律宾变成亚洲四小龙之一,就要把他的大量的贫困的劳动力人口送进马尼拉和沿海的港口,为美军的产业转移提供服务,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它们变成城市的中产阶级。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们的组织度实际上衰弱了。台湾人口在转移到大都市以后,生育率急剧降低了,而菲律宾的生育率仍然很高。 这一点实际上是说明,菲律宾和组织天主教社会的长老和主教们的时间线比起民族发明家来说要长。 我可以差不多说,布尔隋主义是一种合则而鱼的方式,它的时间线是毫不犹豫地把你把同一个人的下半截五十岁以后的生活都砍掉了。凡是加入布尔隋的体系人,在退休的时候都是很难的。 而民族发明家的时间线大致上讲就是三代人,就是祖父学从爷爷到孙子的三代人,三代人以后的时间线就不考虑了。 天主教长老之类的被称为原始和落后的力量的话,他们的时间线基本上是无穷的,他们是无限考虑时间线的。 他们的考虑方法跟海尔达尔在复活节岛碰上的一个天主教神父是差不多的。这位挪威航海家跑到复活节岛去研究那些石像,他看到复活节岛上的岛民们光着脚,然后又碰上两个神父。 一个年轻的神父说,我想把复活节岛的岛民都迁移到自己大陆去,让他们过上幸福的好日子,大家都有皮鞋穿。 而老神父却遥遥途说,你这样做不就是把复活节岛的人民给整个灭绝了吗?过不了几代人,他们不会讲本地的话了,跟圣地亚哥的贫民区的居民毫无不同了,穿上皮鞋对他们来说真是一种福利吗? 年轻的神父就说,那我们想办法在本地,也让本地人富裕,让他们在本地穿上皮鞋。老神父就指着本地骑蟋的路面说,本地有像样的公路吗?他们穿的皮鞋在这些骑蟋路面上很快就会坏掉了,还没有刺着脚,脚上长出茧的人来得好。他们现在的状态正是适合他们目前生活环境的状态。 可以说,那个年轻的神父就代表了像上帝施工会这样的西班牙技术官僚,他们就有可能像是弗朗哥的西班牙那样,把西班牙从一个天主教传统社会变成一个生育力很低的近代社会,然后它就由一个大量输出人口的殖民国家变成一个需要输入穆斯林劳工的欧洲发达国家。 这样做的得失,实在是很难说,以降低的生育力,减少自己的子孙来换取一个准发达国家的待遇。 而且我还可以说,这个准发达国家的待遇还在很大程度是门面性质,因为西班牙的发达国家的门面主要是依靠加入欧盟和北约来维持的,加入北约是它不需要像弗朗哥将军那样维持自己的军事体制的,这个军事体制是很花钱的。 加入欧盟使得它搭上了欧盟的电车,靠旅游业、历史古迹之类的软性产业就可以过上直比西欧人差一点点的生活方式。 而这个泡沫生活方式吸引了大量的第三世界劳工,又使他们社会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 在弗朗哥将军的时代或者是菲律培国王的时代,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强大的天主教社会使得西班牙的生育力像菲律宾一样高,剩余的人口大量输出了拉美和其他地方去。 如果我们从秩序本身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会得出一个跟现代受教育的人士,包括二线线,我完全相反的结论。 就是,天主教和弗朗哥的西班牙是秩序的输出者,是一个正在繁荣昌盛的、成长发达的社会。 而现在的西班牙,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民主的西班牙,则是一个虽然不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急性自杀,却是一个正在走向慢性自杀的一个,领取两脑金的、退休人员的社会。 只有一个谁来接替他们的问题。像台湾现在其实就处在这种状态,台湾处于其实相当危险。 我说台湾好话的时候,只是说台湾比中国要好,这是按比较说的。但是中国其实是已经灭亡了,它承受了共产主义的巨大负担,而自己的人口已经老龄化,可以想象大多数老龄的助力要激寒交迫的死掉。 这就像是一个已经患癌症的人一样,已经不合救药了。而台湾如果提高不了自身的生育力,那么就是涉及一个谁来继承它的问题。 这有可能继承它的人,当然其实是东南亚的移民劳工。你自身的文化如果不够强势,像台湾价值是不是一种强势的文化,我怀有极大的态疑。 至少它的强势还不如西班牙和欧盟的多元文化那样强势,而后者在同化北非穆斯林移民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 而比欧盟的多元文化价值和欧洲价值还要弱得多的台湾价值,能不能够同化得了印尼的穆斯林劳工,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成问题的事情。 其实比较靠谱的手段就是要解散以大都市为核心的近代化体制。这个近代化体制正是你刚才那个问题中间提出的,使台湾有别于菲律宾,使台湾在收入上和统一学上算出了一个发达国家的因素。 正是这个因素和体制使得台湾的生育率极度减少,它意味着一个技术官僚主导的近代化精英集团把资源集中在沿海的几个大都市里面,把大量的劳动力集中到这些地方来,把它们变成现代化的中产阶级。 然后,向中国的产业转移和台湾失去的二线也是有这点造成的。随着台湾农村人口的枯竭,同样的产业结构需要有新的廉价劳动力来补充,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迅速地冲垮了相对于中国来说算是昂贵的台湾的廉价劳动力,使得台湾资本大量流入中国。 这就叫做成也萧和,败也萧和。这种体制,就是技术官僚主导的冷战现代化体制,它的时间线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大概就两代人左右。两代人以后,该负的代价就已经显示出来了。 现在台湾资本肥牛,肥牛仍然需要东南亚的劳动力。资本肥牛意味着,台湾在美日和印度和东南亚之间充当一个中转战,印度和东南亚的劳动力和美日的资本废集在中间,台湾充当一个精手人的地位。 精手人的地位是最脆弱的,我们要注意。它看上去虽然是比上有余,比下不足,比下有余,好像至少比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强劳,但是其实不是这样。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保守的长老们和他们的小共同体不断维持他们的大家体的高生育率,这又意味着他们永远有一口廉价劳动力的饭吃。 而上等人的美国和日本掌握了技术和秩序输出上游,没有他们是谁也玩不转的,他们都很安全。 但是台湾是随时可以被新加坡和越南取代的。你的生育率像上等人一样低,你已经不可能走廉价劳动力的路线了。 但是你作为中间代理人,你自身不是秩序的秩序员,任何一个历史的小波动都可以使路线跳过你。这个输出路线跳过台湾的时间是很长的,就是有长达上千年的时间,台湾的历史上是不出现的。台湾很容易变成安特卫部的。 没有冷战的经济学,没有冷战的地缘政治,就没有今天的台湾准发达的社会。但是冷战只是一个历史的临时现象而已。它完全可以像是二战时期美国在太平洋建立的军事基地一样,当地的土人吃热美国军队送来的罐头,一下子突然发达。 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就在自己的神庙里面拜美国飞机,希望美国飞机回来,但是美国飞机永远不会再回来的。台湾很容易落到这样的太平洋小岛的下场。 因为它是像是那些古代的巴林岛商路之类的,随着海流或者洋流,或者像是丝组之路上的某些绿洲国家,像高昌这样的绿洲国家一样,很容易因为商路和路线的改造而就此方会,经营的人口外流,留不着经营的人口,匮化为原始部落居民。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很容易发生的。 而冷战官僚,我想他们现在在台湾的选举政治中,大概就是相当于是芝士兰那个团体。对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没有预防能力的。 因为他们像大熊猫一样高度特化了,他们的各种生存技能都是适应于冷战的特殊环境的。在另外一种环境之下,他们实际上是毫无用处,而且像是人体已经分发到晚期的细胞,或者像是中老年技术人员一样。 他们不能像是干细胞或者小孩子那样,有很强的灵活性,可以随时去学另一种专业。而所谓的落后社会,像印尼或印度这样的落后社会,他们实际上是那贫穷的小孩一样。 只要给他输入资源,来一波传教士或者是像是美国士兵这样的人,给钱就行了。给钱,让他们去上一个好学校,他们立刻就培养出来了。 而你像是学了一种专业,已经不能学英国的专业,快要退休的人一样,一旦你的专业完蛋的话,你是根本比不上那些小孩子的。 所以,这种僵硬的路线的话,恰好应该是危机意识的目标,而不是应该是自以为是的目标。菲律宾是属于印尼和印度那种类型的,它的民间社会是有活力的。 虽然按照GTB统治的话,那些内地的部落或者长老家族,他们的GTB可能是接近于零的。他们的活动几乎不能纳入GTB的经济核算范围内,但是却丝毫不会妨碍他们的人口和社会不断地壮大。 虽然他们是殖民地,不能像西班牙那样大量像拉美输出人口,但是他们像美国和全世界输出人口,输出他们人口和社会。输出人口和社会是社会本身具有生命的一个主要标志。 如果有朝一日,他们像印尼或者印尼现在那样走近代化道路,例如杜特尔特其实就是像腾生那样企图用强力国家,迫害原来各大家族的势力,推行机械之类的,想把近代化引入菲律宾的人。 那么他也能够维持,主要不是由于理想式的缘故,是由于实力军层的缘故。像腾生和杜特尔特这种人很容易不得好死。他们在原有的政治结构当时是局外人,即使做出了经济方面的成绩,那也是以破坏原有的游戏规则为代价的。到一定程度,原有的事情会反攻导致把你挤出去。 但是那个几次的过程本身就表明了社会平衡,就是秘鲁的印第安天主教会的势力是坚不可摧的。有没有近代化,他们完全都是一样。近代化只是使社会平衡稍稍迁移一点,不会使这个社会走上人口减少和自杀的道路。 也许菲律宾将来,马尼拉会发达得跟香港一样。也许香港完蛋以后,马尼拉就是将来的香港。周围还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城市,但是吕宋岛的天主教社会仍然会是繁荣而具有极大生命力的社会。两者之间大体上还能够维持一种至少跟现在的泰国差不多的成分。 泰国的社会已经像是超级大都市了,泰国除了曼谷以外没有真正的大城市,都是小镇,而曼谷的大城市达到了欧美超级城市的规模,两个社会相互对立。这恐怕就是塌陷以后,泰国政治不断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而那一个乡村的泰国社会还有生命力,而曼谷的中产界已经极度脆弱化了,两者之间还能维持平衡。 这种途径其实比台湾现在的乡村没落、人口凋敝的日本病要健康得多,要更能承受将来的风险。 我们要注意在长期历史当中,不像我现在古去的民族发明学那样只管三代,不像是近代化研究者那样只管两代,更不像是布朗什维克那样只管眼前,连自己退休所谓都不管。 而是像所谓的前现代社会的天主教教士、沙利亚法学家和大多数古代贵族精英一样,他们认为时间是禁止的,世界是永远存在的,我们社会要永远存在下去。 按照这种方式来考虑问题的话,在无限长的时间当中决定社会和你子孙后代存亡的主要是你的抗风险能力,就是说你在最危险状态之下不被灭亡的能力,而不是你在顺境之下取得最高成就的能力。 我们要注意,我讲的那三种人,布尔什维克,现代化学家和民族发言家,全都是像知识分子一样,按照你的最高考试成绩来衡量你的。你在最低状态、最脆弱状态之下的表现不予考虑。 它预先假定你的最高成绩就能决定你的一生,就像是一个优等生上的名牌大学一样,名牌大学决定你的一生。你在最软弱、最糟糕的状态下对你没有影响。 为什么没有影响?它假定你是生活在一个井然有戏的民族国家之内,警察、法院、社会继续解决的一切问题。你在最脆弱的状态下,你不需要自己保护自己,而你的最高状态决定你将来的前途。 但是,社会不是这样运行的。这些外在的秩序,正如香港人今天所看到的那样,像一阵烟雾一样消失了,你会发现你自己步入黑帮的,甚至步入农民工的。 从长远看来,就是超过三代人,比如说以两百年为时间线来看的话,1960年代以后的香港和现在的台湾这样的社会仍然属于脆弱型社会。 它抵挡不住,在历史大多数时间会不断地出现的那种收割者或者意外风险。能够抵抗意外风险的社会,才是能够在几百年、上千年时间内长期维持的社会。 这些社会长期维持的某些基因,很容易像是义不生这样的左派作家或者金钱的白左,变成嘲笑的对象。 例如,纽约的白左肯定瞧不起乡下的红脖子,但是美国乡下的红脖子肯定才是基督教社会以千年为时间线考虑自身的关键。 而纽约的白左是很容易像乌尔城和罗马城的公民一样,眨眨眼睛在三代人的时间内就烟消云散了,而他们并不瞧得起那些高生育率、拿着枪、男人要打仗、女人要生孩子的土基督徒那样能够维持基督教社会的生存。 如果这个平衡关系搞乱了,像东亚社会,包括日本在内,这个平衡关系都搞乱了,就是乡土社会受到了过大的挤压,以至于社会未来的抗风险力已经极度降低了,这个才是关键问题。 就是,比起独统问题或其他的问题来说,这个才是关键问题。当然,它涉及到社会上普遍的价值观问题,比如说,认为台湾比菲律宾人强,香港人强不起菲律宾人,菲律宾人是来给我们做用人的,这就是一种颠倒的价值观。 如果你坚持这种价值观的话,你的子孙很容易灭亡。第一个现象就是,你要把你的子孙在起死之缘、起死相差不算很远的情况之下,培养成另外一种模式的话,你要减少生意,选择高风险、高收益的社会模式,然后你就很容易完蛋。 这种隐含的阶级斗争,其实往往看不出来,因为媒体和大多数人都不会用恰当的方式来分析它。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曾经在北京的新闻报上出现过的。一个女孩子在公共汽车上跟受骗人吵架,被受骗人掐死了。 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他们什么意义都没有。这只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连政治性理都没有。那个人也就是因为吵了架,一直没有控制住,就掐死了一个人。 然后公安局就办了一个案子。虽然是共产党办了一个案子,但是也还算办了一个公子,因为它确实是杀人案,也就按一般杀人犯的方式去起诉了。 犯到美国办理的话,也只能这样办理。但是它背后隐藏的确实是阶级斗争,因为很多系列,像中国经常出现的伊道一样,显示出就是阶级斗争。 受骗人司机所出的那个案子,那个女孩是教授的女儿。教授听到这个教授,立刻昏了过去,因为她在34岁还是38岁生的这个女儿,以后再也不可能生了。 而她虽然是教授,但她毕竟还是女人,她也像所有女人一样,受生物原始本能的支配。没有孩子,对一个女人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沉重打击。 不会说是因为你是教授或者中产阶级,这个打击就烧轻一点。 而这个受骗人,在她被公安抓了以后,她的受骗人同志和司机们不但没有认错,反而跑到教授家里面去闹,公司老板经理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觉得这样会把事情越了越了,就赶紧去教授道歉。这里面体现的是什么呢?阶级斗争了。 为什么这个受骗人会突然一下失控呢?她在生活当中跟教授不一样,她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就生了一个孩子,她在生活当中的地位是远不如教授和他们的中产阶级,受到各种各样的压迫。 所以她心理中,她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但是她心理上对于比她上等人怀着比较隐含的,她又找不到理由的困恨。 因为她知道了有形的社会规范的时候,好像人家并没有做事情,人家没有占你的便宜,你自己考不上好大学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她隐隐约约觉得,这些论证中间都有不对的地方,我就是不满意。 但是我都不满意,找不出说得出来的理由,我自己都是随时心里面有一个无名之火。然后在吵架的时候,无名之火就突然发作起来了。 也许她在跟她自己同阶级的司机受骗人吵架的时候,她不会觉得有必要去打架的,因为对方并不是她的上等人,但是对教授的女儿吵架的时候,她就突然去袭击了。 而教授的女儿完全没有反抗,是因为她不会打架。如果是受骗人的女儿的话,可能是两个人就掐在那里一起打生意团,谁也掐不起。 而教授的女儿在她的生活环境中是完全去暴力化的。她都是动嘴皮子的,而中产阶级读书人的孩子讲起道理来就是一套一套的。同样的事情,她就是能够讲赢无产阶级的子弟。 这一点我知道,就是因为我在公安局的时候,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公安局有很多退伍军队来的事情,他们就是不会讲道理,这样你占给他们便宜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他们肯定对此事暗中是心怀不满的。 而这就有一种潜在危险。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如果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他们肯定会想办法达到我,因为他们极然异有。 同样,虽然文化大革命没有来,这个售票员还是失控了。一方面是,对方会像其他的阶级兄弟一样,多少是能打的。 大家打一个小架,没有意料的对方居然是完全不能打的。第二就是,他们对对方的淋压力齿和正正有词所逼倒。 而正正有词的这个事情,就像是伦敦老的下层阶级口音和女王陛下的绅士口音一样,本身就是有阶级性的。 一方面,你抄了一口女王英语出来,对一个不会发挨取经论的说法,他本能地在你面前萎缩起来,他觉得你是个上等人,就像肖黄奈的麦花女所描绘,但是只不定他怀有隐含的愤怒。 这个愤怒会以扶脚蛮缠,编滑稽歌曲甚至是其他方式来表现出来。而教授里面的淋压历史就是一个阶级标志和阶级压迫的标志,使得你无产阶级越是说不过,心里就越起,本来可以疏导着怒火。 在一个跟他同样扶脚蛮缠的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看来,他没有这个受压迫感。 双方都在扶脚门潭,他没有觉得自己吃亏了或者派也被压倒了,而碰上一个淋压历史的中产阶级,他觉得自己越讲越讲不过,越讲不过又越气,于是无民火就上来了。这个无民火就是阶级斗争的怒火。 而教授的家庭落到这个下场,就是脆弱型家庭的一个典型的体现。他输不起。他尽管通过精英培训,而好像赢得很大的收获的话,却因为无产阶级暴动,暴露了中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面前的根本弱点。 北京的无产阶级,这个售票员也只有一个孩子,是北京的计划生育,执行彻底的结果。所以,他没有能够真正赢。但是在另一个在乡下的故事中,他就真正赢了。 当地有两个家族是四仇。一个家族生的孩子很少,读书读得很牛逼。另一个家庭生的孩子全是地平流氓,但是打架很牛逼。 最后,在一个家族的孩子当上公务员或者是教授前夜回家,然后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他跟林家的牛马儿子吵架,于是林家的牛马儿子一轰而上把他打死了,于是这一家就绝后了。 另一家被公安局抓了,但是公安局只能抓打架的那一个人去判死刑。他们家有一堆儿子,这一个儿子被判死刑,一命抵一命,非常符合公正。 但是另一家还有很多个违反计划生育而生出来的流氓儿子,而你这一家就绝后了,因此无产阶级占下了资产阶级。 我敢说,毛泽东在他年轻的流氓经济当中是见过很多这样的现象,所以误出了自以为现代化的中产阶级的弱点,误出了流氓无产者可以打败中产阶级的各种方略。 中产阶级不是一定赢的,但是贵族阶级是一定赢的,因为贵族阶级能打。 而中产阶级既不能打,生育率又不高,所以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它是有可能被无产阶级征服的。 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其实就体现在我刚才的解释当中了。由于共产党很要装逼,把自己装成是人民代表什么什么的,所以他往往不跟他自己解释清楚。 所以我敢说,习近平同志掌握毛泽东思想没有我掌握的清楚。我刚才已经给你解释了,毛泽东思想是可以胜利的。毛泽东思想没有办法最终胜利,就是说它在全世界方面没有办法最终胜利。 但是在某一些特殊场合,在你的对手比你阶级地位高一点,但是高的不太多,实力悬出不是很大。但是因为它装逼过度,自身的社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它可以局部胜利。 像打倒装逼犯蒋介石一样,蒋介石并不具备发达国家的力量,其实还是一个第三阵国家的领导人,但他已经装逼过头了。 共产党为什么认为它能够打倒台湾呢?因为台湾有很多脆弱社会的特征,低生育率就是一个典型。但是在这方面,共产党把自己害了。 它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社会早已落到张成忠手里。实现了计划生育,它在普遍的大城市的收入还没有打倒台湾和韩国三分之一的时候,生育率已经降得跟台湾和韩国一样低了。 这使得这一点才是我认为它赢不了的关键因素,而不是民主小猩猩所引用的各种理由,或者说因为台湾用美国保护。 台湾是民主国家的这一点,根本挽救不了台湾可能的灭亡。台湾受美国保护的这一点,力量稍微强一点,但也不是绝对可靠的。 台湾能够占助的主要因素就是中国自身的脆弱。但是如果中国还处在毛泽东时代上有很高的生育率,或者是中国被八个大大和伊斯兰社会取代的话,台湾能不能够顶住是很成问题的。 假如菲律宾伊斯兰化了,它很可能会变成对台湾的一个更大的威胁,比外强中干、头重脚轻、像一个泥珠巨人一样被工厂砸干的中国社会来说,可能构成一个更大的威胁。 真正的问题都是在于自身,而自身的问题体现在各种价值观上面。你之所以弥补不了自己的弱点,是因为你想要变成某种人,这就是根本问题。 所有人都有潜在的价值观的,所有家庭在培养自己的子女的时候都有一个潜在的羡慕对象,而自己的子女往往是还没有长大的情况之下,已经被培养成了这个样子,因此改也改不了了。 在这一点,我之所以能够收到头子的意料,是因为我是一个极少数例外。我在二十七八岁以后发现了产生自身那个社会的问题,然后对自己做了一个重新格式化,产生了现在的我。 但是我就像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在四十五岁才成家业的人一样,已经失去了一代人。但是如果我不改变的话,按照我们家族的培养方式就是,到我这一代的下一代就应该断绝绝了。 因为在我这一代就应该进入白左阶段,就应该进入中产阶级通过白左装逼来假装提高社会秩序,在拿着韩国人三分之一收入的情况下假装自己是巴黎人和纽约人的生活状态,然后下一代就要断绝绝,这是没有问题的事情。 我的祖辈就是从士大夫阶级,然后再一步一步地,按照正常的方式,就应该在我这一代转化成白左。我在小的时候受的训练就是减少子女,提高教育水準的训练。如果我再继续这种训练的话,我的下一代必然要断绝,必然要灭绝。 而台湾社会,我一看台湾社会,至少是所谓的知识男和经济男的两个群体,一看就认出是我的阶级兄弟。他们走的是同样的道路。我之所以断绝,他们必然要输,但是他们虽然必然要输,而台湾本土社会也已经虚弱得很够呛了。 这个虚弱不是在政治上,在政治上他们其实是属于节节禁逼、反攻倒算的阶段,而是在社会本身上。他们实际上是已经默认了冷战经济学所带的这个社会是合理的,他们自己也要走这条路,因此他们自己的生育力也降低得很快。 而台湾价值的区隔性就很小,尤其是它提高不了生育力,也改变不了台北和大都市中心的发展模式,所以他们只是稍微晚了一步而已。 很可能在自身的政权构建,各方面还没有来得及形成保护自己的利益的稳定结构的时候,自身就已经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这种情况前途是,只能说得极其糟糕。 等到那一步,相当于你这个年龄的人,你的孙子那一代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印尼穆斯林和菲律宾天主教徒处在比你有利得多的地位,尽管他们的爷爷是被你的爷爷所瞧不起的人。 好,这就涉及一个很冒昧、很具体的问题。按说这个问题我不应该提的,票投民进党或者是选举蔡英文或者是搞中美外交什么的,都还是吃药问题。 你能自己多生几个孩子吗?多生几个孩子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因为中产阶级是时间经营者,牺牲时间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尤其是对中产阶级的旅行来说的话。 而且如果你仅仅有一个小家庭的话,仅仅是丈夫配合可能还不够,你周围需要有一个像是美国小城市那种教会自己办幼儿园之类的整个社区组织。 所以你要能够动得起来,要有一点凝结合能力,不仅要带动你,而且还要带动你的社区,使你的社区能够像过去比如说乡下人或山林的那一个所谓的主干家庭,主父母也能带孩子,所以让你为了多生孩子。 而美国教会的规矩是,大孩子就要办幼儿园来带小孩子,整个教会都能够带起一个高生育力的。这样的社区能够制造出来,那么台湾是不用害怕外部的战争失败。 如果制造不起来,那么你在外交和高级政治上面就必须一步也不能错。 因为脆弱型社会的问题就是,每一次胜利都只能给它增加一些不重要的资本,而一次失败就可以前功尽弃,整个社会完蛋。 而风扬型社会的特点就是,即使每一步都失败,它只是受一些无关紧要的损失,没有任何失败能使它致命。 所以,台湾如果是低生育力的老龄少子化的脆弱社会的话,它在外交上是不能错一步的。所有的正确只能维持现状,一次错误就可能要它的命。 这就是为什么,但是在无限长时间的演化当中,你可以合理预计,因为没有人是上帝,可以预见到一切,你早晚要犯错误的。 所有人之所以能够现在存在,都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注意,每一代祖先都是属于那种能经得起错误的、能在失败中倖存下来的社会。 这些社会很可能被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看成是极其老土,我才不愿意过这种连自由恋爱都没做的社会。 但是你注意,如果你的祖先当中有连续三代是进步人士所讲的那种原子化家庭、少子女的自由恋爱家庭,连续三代的话,今天肯定没有你,你早就是被归入了那个不可能出生的系列里面了。 主持人员 ambition 美国 乐web 大会 。 X 敬礼 我完全了解謝謝阿姨,下个礼拜刚好就是选举后的第一次访谈,那我们下个礼拜来谈台湾选举过后的状况。 谢谢你 下礼拜见